小时候酷爱吃葡萄干 为什么 高糖分 嚼起来有弹性 我们小时候水果不能像现在这么随便吃 所以这种葡萄干 在干果中算水果 在水果中算干果 它站在中间地带 所以吃起葡萄干来就没完没了 但是没有那么多吃的呀 没有那么多葡萄干可给你吃 所以到了新疆对葡萄干一往情深 我到了新疆才知道 这新疆的葡萄干所用的葡萄 跟我们平时吃的那葡萄不是一个品种 这种品种首先得皮厚 我们吃到的葡萄好吃的 比如玫瑰香 马奶子都皮薄 第二呢 这葡萄干如果生吃 就是新鲜的吃 它有点发色 所以它必须晾晒成葡萄干 过去有人告诉我说 这葡萄干说你吃的时候得血 说过去都是人拿脚丫子踩出来的 我到新疆一看完全不是怎么回事 这葡萄干首先不是晒出来 你千万不要以为葡萄干是搁在地上晒出来 跟北方农民晒粮食似的 不是那么晒的 它是悬挂那阴干的 你到了新疆去 尤其到了葡萄班这种地方 它有很多晒晒 葡萄干的这种房子 专门盖的 通风的 那砖都是搭着气的 中间全是空洋 那个地方非常的旱 一年都不下雨 旱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一盆水泼地上 一转眼就干了 所以葡萄干全部是晒晒出来的 一定是在阴的地方晒晒出来的 绝对不是晒出来的 我们去火焰山 我赶上那日子 已经不是最热的日子 九月初了 火焰山我们对它最多的了解 是从西游记 铁扇公主那一段了解到的 说这个地方酷热 有多热呢 我印章记载着说 地表温度能达七八十度 七八十度什么概念 就可以直接摊鸡蛋了 我去的时候也确实热 白天的中午 大概气温在四十二三度 四十二三度那种干热 还可以忍受 但湿热是不可以忍受的 你如果说 你到江南地区 甭说四十二三度 就是三十七八度那种湿热高温 人就得休克 但干热可以忍着 你比如说你在阴凉的地 在树底下站着 还可以跟狗似的 哈气呆着 还不至于你特难过 那么火焰山南边呢 就是我们的高昌古城 是这个历史上呢 是高昌国 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 玄奥大师 在《大唐西游记》中呢 记载 他就路过这个时候呢 被高昌国王呢 这个 徐文泰呢 挽留在此呢 要求他为他的子民 就是高昌国民 去讲经说法 当时高昌国王是最鼎盛时期 辉煌有钱 全国兴奋佛教 所以好容易逮上这一个 这个大和尚来这儿 好好的给我们讲讲 你想想我们这唐僧 是重任在间 玄奥 执意他就不肯 他就不想 就是我不可能在这儿 逗留 那怎么办呢 那国王不干呢 国王说 我给你好吃 好待遇 让你给我讲经说法 你跟我玩这套 不行 玄奥就表示 如果你国王不放我走 那我在这儿就绝食了 表明我的这个态度 那么高昌国王一听了 说那咱不能干这事 所以就开出条件 说咱们俩干脆这样 咱们结为兄弟 法师呢 您呢 讲经 一个月 这可以吧 讲一个月 不能永久讲 就讲一个月 然后我替你准备 准备什么呢 法符 多少套 黄金白两 银钱给你三万 捐多少啊 马多少啊 普人多少啊 然后呢 我又给你专门开路条 就修书二十四封 就是 开路条 让高昌以西的 求此等 二十四国 为什么二十四封呢 就二十四国 全部给你放行 我这个大国呀 当时也是大国的政策嘛 大国 我给你开条 那边的各方大主 包括西突厥 这些人呢 都护送你去印度取经 玄奘就在这儿 讲了一个月的经 最后高昌古城的啊 这些僧侣啊 大臣啊 百姓啊 夹道欢送 这个国王呢 抱着法师啊 大声痛哭啊 江颂啊 史笔记载 相颂 送了数十礼才回城 那就是依依不舍吧 那么吐鲁番 我去的时候啊 那个热的啊 就是 喝水是没有用的 你喝多少水都是热的啊 然后晚上呢 倒是很有意思 它这个温度啊 很有 就是感觉很明显 就是太阳一吸斜啊 就开始温度 就开始降 太阳一下去 顿时就凉快了 一凉快干什么呢 歌舞晚会 新疆的歌舞晚会 就当年啊 三十多年前的歌舞 啊 真都是真情 没有商业利益啊 也没有人卖票 也没有人说 你卖你吃的 什么都没有 那有吃的 有喝的 喝酒 那喝酒 就不喝醉 都不算喝酒 水果 随便吃 当时就非常的就是 让人能感受到这种 抑郁风情 你想想我是汉地去的 在此次去之前 没有去过新疆 所以当时每一次 在人家邀请我们 跳舞的时候 都感动的就是 真是热泪盈眶 因为没有利益 你才会受感动 我们今天有时候 是有利益的 比如你买票 人家边弄你还想 让你买点东西 花点钱 顿时你就不感动了 那么我从 这个吐鲁班离开的时候 那当时还碰着一个剧组 碰着一个剧组 这个剧组还拍一个什么 什么电影 那时候电视剧都不行 拍电影 你知道拍电影 跟拍电视剧不一样 电视剧推进特别快 就你还能看点情节 那电影半天就拍一个景 看了一会儿没什么劲 就开始找一顺车 搭着就回乌鲁木齐 我回来的时候呢 我记得特清楚 有一小卡车 我跟那卡车司机聊两句 我说你往哪儿走啊 他说回乌鲁木齐啊 我说那我能搭一道吗 说能办 上来呗 就上他那车了 那时候搭车 第一不给钱 他也没人给有要钱的意识 第二呢 就是人也没有防范 我也没有防范 所以就爱谁谁 就上车了 上车以后呢 这车本身还坐着一个人 我上去以后 就显得略微有点拥挤 人也不在乎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上车 上车呢 往回开 开的时候就到了 新疆最著名的风口 你知道新疆有很多很多风口 我们好像经常 街长不短的 在冬天啊 只能听到新疆风口出的事故 最大的是把火车彻底刮翻 我那天就赶上了 我在新疆 那一次40天里最困难的时刻 有多困难呢 我坐在车上 突然就觉得天黑了 其实天还没到黑的时候 天就黑下来了 然后就开始起风 起风一开始啊 还倒没觉得 因为你在车里嘛 就觉得温度在下降 它那个破车是没有热风的 因为一开始热嘛 穿的少嘛 然后就觉得很冷 有点扛不住 然后就开始摸行李 那行李本来就没有嘛 没什么东西可穿 然后就在车上冻着 冻着呢 就看到风起来了 你知道那个风啊 很有意思 它跟你在内陆看风 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没有可刮的东西 首先它没有黄沙满天 那个风口全是石头 隔壁滩 什么叫隔壁滩呢 就全是石头 那石头呢 你突然发现啊 这个车除了晃以外 你感觉有风 然后你目力所及 第一没有灰尘 没有树叶 没有满天的破碎了袋 什么都没有 你看不见 你忽然看见那个 隔壁滩上的石头 很诡异的动画 那就是打风 风就能刮的石头啊 满地走 我看到满地这个滚动的这种石头啊 就想起了这个 唐代诗人 大诗人 陈森写的 轮台九月 风夜吼 一穿碎石大如斗 随风满地石乱走 随风满地石乱走 我说起来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感受 如果你在现场啊 那个现场的那个光线是非常透明的 虽然天已经黑了 但是能看得清清楚楚 没有沙尘暴 没有雾霾 什么都没有 就看着石头滚 这个诡异的滚动 那个滚动不是像你想的 咕咕咕咕咕 跟球似的 不是 就是噔噔噔噔噔 那么滚着 所以这个 我们看的时候啊 在风口的时候 突然那司机踩了一脚刹车 当时我不明白他要干嘛 那个司机说 我要下去 然后人家告诉我 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你可能会被刮起来的石头击中 他下去干嘛去了呢 前面有个车上啊 掉了一根钢筋 那钢筋大概有个 两三米长 他为了剪这根钢筋 比手指的粗的 下去以后那人就直不起来了 然后就是那种 匍匐前进 抓着这根钢筋 拿上来以后 就扔到这个卡车后面车厢里 我就觉得人都不要命了 司机跟我说啊 说如果不尽快地通过这个风口 说如果风力再加大 车的迎风这一面的漆 全会脱掉 因为它刮起来的 那个上面有小粒的沙子 你眼睛是看不见的 它不是那种黄沙满天 是那种黑金刚沙似的那种小石头子 能把这一面的漆全部打脱 说有的车误在风口里 等风过去以后 迎风面全部是 这个没有漆的铁板 这个背风面还保留漆 说那车看着很诡异 我就想啊 这个古人的诗是写得好 你想想陈森说的啊 风头如刀面如歌呀 就是你下去以后 那脸上就跟拿刀割一样的感受 我过了风口才敢下车 为什么过了风口才下车 那车上把我冻坏了 冻得我下去想 撒泡尿 撒泡尿 结果在那站着半天没尿出来 我到了这个乌鲁木齐 到了乌鲁木齐呢 这个还没有进城 在一进那个城市的边上 有个小店 卖服装 那时候那种东西叫百货店 那百货店里很有意思 什么都卖啊 日用百货 什么蔬菜水果 什么都有 里头我进去了以后呢 纸着一条裤子 一条紫色的裤子 我那个年月是没有鲜艳的衣服的 我纸着那条紫色的裤子 说不出话来 动的 就那意思 你再把那裤子给我 我再穿上 然后在人家商店里 把外裤脱掉 把那条 不是棉毛裤 是一种线裤 是一种线裤 我这辈子就穿过那么一个古怪的裤子 先穿上去 然后再穿上自己的外裤 半天才缓过神了 这条裤子我在家里割了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每回看到这条裤子的时候 都会想起那段历史 后来有一年 我一个朋友也是到我们家 也是衣服穿少了 斗子说特冷 我就把这裤子送给他了 我说这裤子救过我一命 也救你一命 您就穿着走吧 后来我还隔了一段日子 想去他们家给要回来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纪念 后来想了想 让人觉得怪小气的 就没要 但我今天想了想去 还是应该小气点 把他要回来 那么我从了乌鲁木齐 就开始奔了北江了 北江 北江漂亮 真的是漂亮 我们车开出去以后 没多久过天山 因为车是 在南江都是平面开 到了北江就开始爬山 爬山看的时候 经常可以看到那种 画一样的这种松柏 主要是柏树 还不是松树 都是塔松一样的 那种 说不出来那什么树 都是高山树种 没有树叶子 针针叶 开着开着开着 就突然的看到一个壶 这壶叫赛里木壶 你听这名字赛里木壶 有多漂亮呢 我这个没法形容 就是你不看见 不在新疆坐那样的车 尤其过去的车 没有现在的车好 现在车好 屋里越舒适 你对外面的感受就越淡 如果你这个车里 非常的不舒适 你对外面的景色 就非常关心 那么按照书上一种 一种很 很世俗的说法 叫璀璨的蓝宝石 我想了想 我也没什么词 能说过这个词 真是一个璀璨的蓝宝石 它是新疆最大的高原湖泊 是个冷水湖 有多冷呢 据说这个年平均温度只有七度 所以里头都是冷水鱼 冷水鱼长得很慢 所以冷水鱼的鱼肉都会很鲜 水有多干净呢 我们走到湖边 停车了 走到湖边 喝了一口 那个水我直接就能喝 我喝了一口 我觉得那个水甜甜的 那么赛利孟湖今天 今天已经称旅游地 这个旅游地了 要门票了 我现在就不明白 我现在也想不出来 说那么大宽阔的一个地方 凭什么要门票 他从哪开始要票啊 中国是这样 中国是一个 有很多事不太容易理解 比如自然景观收费 我就不太理解 现在各地的自然景观 甭管大的小子 自个随便一圈就开始收费 还票价昂贵 你到国外去 到欧洲去 到这个美国去 自然景观 一般都是不收费的 他收费的地方一定是人文景观 那人文景观是因为你有投入啊 所以我才是要收你钱啊 自然景观倒是大自然赐予你的 你凭什么来收钱呢 我们国家就有意思 连新疆 像赛利孟湖这种地方 过去 我今天回想起来 也不知道他从哪开始收费啊 就是你走着走着 突然一大片湖泊 一望无际 你凭什么收我钱啊 我看一眼 你收我钱吗 现在中国的这种自然景观的收费现象 就越来越严重 而且越来越贵 那么我到伊犁的时候 真赶上是初秋嘛 特别的美 那种美呢 拿嘴巴说是说不出来的啊 伊犁首先它得名就是伊犁河 伊犁河就是光明的一个意思啊 在太阳下啊 波光灵灵 这就是光明显达啊 那么最早呢 记载是建于汉书啊 史称伊犁啊 伊犁 以前的伊犁啊 写伊犁 伊犁 就是里外的里 伊犁美丽的利 这都无所谓 到了乾隆时期 才正式定名为伊犁 我到了伊犁呢 伊犁跟 就是北疆跟南疆 不同的是什么呢 是 北疆的汉化啊 比南疆要这个普遍的多 我到了伊犁以后啊 先看起来小伙子骑着摩头 哗就骑过 那个年月摩头是非常狂的 因为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整个中国私人几乎是没有汽车的 有摩头已经不得了了 哗就骑摩头到我跟前一停 一停就黑我 黑黑就黑我 后来 我一听他那个感觉 说话那感觉呢 这个我就说 去过北京 然后那小伙子说 卧槽 就完全就来北京那一趟 我说在北京待了多久 待好年呢 然后说 伊犁和去了吗 我说还没去呢 他说 那我带你去吧 我看了半天那摩头 我就没敢坐 你知道啊 这摩头我坐过 太可怕了 人坐的上头是肉包铁 他这速度过六十公里时速的时候 你就觉得特别恐惧 他们这一开就开一百公里时速 你坐的后头就要吓死了 所以我就没敢坐 他们就走了 怎么走的呢 就是前咕噜离地 一加油 那都是那个后咕噜使劲 前咕噜离地 走了 你想我要坐后头 那什么罪过 从伊犁往西走到新园去 新园草原 新园草原 这新园这个名字呢 本身是个很新的名字 就是新开发出来的这种草原 新园草原啊 它那个漂亮啊 它是跟蒙古啊 跟内蒙是不一样的 内蒙的草原就是一望无际 风吹草地陷牛羊 是这种感觉 但新疆的草原不是 它是远看有山 近看有河 有树 它在草原上偶尔会长起来参天打树 有它的沾房 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啊 已经是傍晚了 吹烟鸟鸟 那个就是你想画有多漂亮 它那个井就有多漂亮 我就跟车说 停车 我要下去拍照 那时候是文学男青年啊 喜欢拍照 拿着照样机就去了 下了车 就冲着那 沾房就走过去了 沾房那趴着啊 你想想看着远远的 有一个女的在那干活 旁边趴着一个黑牛犊子啊 然后呢 远处是山啊 太阳快下山了 那个光线都是斜的 有两棵巨大的塔松似的那样的树 我现在都能回想起那个状况 我拿着这个照相机啊 就冲着那个沾房过去 还在那取景呢啊 就突然从这个镜框里啊 从镜头里就看见那个牛犊子 黑牛犊子 唐就站起来了 站起来的时候 同时伴随着一这个巨大的声音 在山谷中回响就嗡一声 我一看就愣了 这不是牛犊子 是狗啊 这狗啊 你知道大狗啊 它的加速度没那么快 它一开始的动作 在我眼睛里看着像慢动作 就嗡先站起来 然后开始往你这跑 还叫唤着 然后我就转身 立刻转身往回跑 车上的人就这么喊我 说别跑站哪 越跑狗越追 我这道理我全懂啊 但是我的决心和定力 不能使我在那能够站住 我就拼了命的 按照我的心里想的速度 因为年轻了还瘦 跑得快 使劲跑 我觉得狗在追上我之前 我应该能跑回这车里 结果后面都听见狗的那个喘息声了 这时候我已经到车跟前了 车门是开着的 他们还挺有眼力劲的 把车门开着 我蹭就上上车 一拉门 那狗轰昂就扑到这车上了 我一看这狗啊 脑袋这么大个 你想想 我自己站在那 跟他谈判 有这可能吗 然后 我们就在那不动 不敢出来 谁也不敢出来 然后 这个哈萨克那毡房里的 那个妇女 是女的 过来了 我就指着他那狗 语言不通啊 意思让他牵回去 我跟他这样比划 就是 这是狗嘴 你们明白 我指着我的腿肚子 我现在没法指着 你看不见 假如这是我的腿肚子 我就弯着腰 就是 比划说 他咬我 你得把他弄回去 这女的呢 就是把这个狗呢 呵斥了两声 这狗就有点 就是 不达人情的 在旁边转悠 转悠我们也不敢下去 最后这女的 好不容易 把这狗给弄回去的时候 大家说 咱是不是过去再照相 我说我有点不得敢 因为我看这女的 管这狗 管教这狗啊 不那么严格 没有锁着 所以我们就继续前行 这种景色非常的多 我们这一路看到了 下阴等 训练阴等 你今天只有在纪录片里能看到 这个放马的 一群马 这个伊犁马漂亮的 在这个漫坡中 这个马在草原上 跟曼坡中的那个感受 是不一样的 奔腾起来啊 就真是万马奔腾 看到了草原上的 很多弯曲的小河 还有一些 涅齿类的动物 不知道是什么 一会就钻出来一个 钻出来很肥的 在很近的距离看着你 眼睛蒙蒙的 伊犁在新园 我们待了几天 就是 当时还有一个司机 开着一个就是那个 很破的那种 北京基谱 三部棚子的 完了以后就去了 坎纳斯 北江的最北处 我们今天都知道 坎纳斯湖呢 那里有很多大红鱼 据说那鱼有好几十米长 我觉得都是以鹅传鹅 就可能就是一种鲑鱼 大型鲑鱼 估计能有个两三米 就不得了了 但是在人的口中 传得非常的大 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没有 我记得那时候已经开始是九月份下半月了 天气已经开始变得很冷 今天这个世界去的时候会碰到很多游客 在那个时候是没有人的 你可能走一天都不会碰见人 所以后来我就大道恢复 赶在国庆节前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 一落地 飞机一落地 就脑海中 就是拼命地想写文章 可惜啊 我这个文章写了一半 我说过写了一半 没有写下去 歌到哪儿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在未来 我有没有能力 或者说有没有心境 把年轻时候这段回忆 写出来 我做这两集节目 新疆 一次南疆 一次北疆 我边说边在回忆 我路上经过的很多事情 其中还有很多事情 我在说的时候被忽略掉 事后又会想起来 那么新疆呢 是我们国家的 以省份而论 是最大的一块国土 一开始我们就说了 占了六分之一 这一块国土 对我们的国家 重要的不能再重要了 谈新疆 一定要谈新疆白玉 这是和田白玉雕刻的一个码头 你们看看这个码头 两腮是有明确的结构 小耳朵如腐皮 嘴唇是张开的 向上吹气的 那么只要你看到这种状态 理论上讲都是汉代的 汉马这嘴唇都是吹气的 张开的 丝鸣状 眼睛都是圆瞪 小耳如竹匹 跟竹子斜着一匹 汉武帝时期呢 对于马呢 极为需求 因为马是 在那个年月里 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所以到西域呢 去找打圆马 我们现在有时候 也说打完哪 不管是什么 就是打圆马 汉血宝马 所以我们看到 汉代文物里的 关于马的描述非常多 尤其西北出土的文物 比如我们知道的马塔飞燕 马塔飞燕 这个那个时期 基本上是一个时期的风格 但这件东西并不是汉代的 什么时候呢 是明代 明代反汉代的马 是非常少的 在明代的时候呢 这个玉器呢 基本上都是那种 马放南山的感觉 比如说 这个马呢 是卧姿 就卧在这 很少有战姿 那么这件东西 是干嘛用的呢 是明代的 某一个人需求 我估计 他是自己需求 很喜欢汉马这种风格 做的一个杖手 所以他只有一个马头 他并不是个残剑 他就是一个杖手 所以这还有一个孔 马的嘴做翻唇状 显得非常性感 非常性感 你看那个模特 你模特 要性感点呢 嘴唇就翻着 不翻呢 那个摄影师就说 嘴唇翻一点 嘴唇翻一点 因为我看过他们拍模特 他们一说嘴唇翻一点呢 我就想起了我们汉代的马 所以你记住这个特征 你以后去博物馆 去看的时候 一看马的嘴唇上翻 不用问 基本上就是汉代的 新疆域呢 从汉代啊 就有大量的通过各种途径 进入到内陆 一直到清代 这其中有很多时候是断开的 玉路不通嘛 清代前农年间打通玉路以后 大量的新疆域呢 新疆和田白玉呢 就进入了内地 所以我们到今天都对新疆白玉呢 抱有极大的好奇和极大的喜爱 一说我们这个白玉就是杨脂白 四百年前的明朝人 那时候呢 对白玉也是非常追求的 但是明代的白玉并不多见 因为那时候呢 跟新疆的陆路不通 之间有隔阂 这块玉啊 它实际上是带有一块柳裂的 从材料上讲呢 是有材料缺陷的 可是在明代的时候 有这样一块玉 能做成这样一个杖手 已经是非常不易的一件事情 尤其它把它做成 汉代的造型